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可以肯定刺刀已经先到了哪儿了 那种落后于人的感觉可是相当不好的 雷洛宁愿自己是被人追赶 也不愿意这样落后于人的感觉 而方林身边的两大帮手当中 胡华豪此时还在大门那儿沉迷于摔头计当中 林英秀呢有心跟去 而方林却是阻止了她 因为在这样的乱局下 林英秀去了未必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留在这儿反而能够迷惑某些人的眼光了 方林平时驾驶的那辆宝蓝色的宝石节太过招摇了 所以她和雷洛两个人直接叫了一辆出租车 将出租车驾驶员拎到了后面 由方林驾驶 于是乎东京街头又出现了一幕疯狂出租车飙车的情形 数十辆警车都在疯狂追逐这辆胆大包天 无视交通法规法则的出租车 但是他们的追逐都是徒劳无功的 只要街上的车流有那么一丝缝隙 那辆出租车都能够见缝插针地钻过去 要截下它 那么非得出动日本警示厅直属的警用直升机不可了 但是为了一辆交通违规的出租车 要打报告来出动直升机 很好很强大 追击的队长暂时还没有离职的打算 他心目当中自然是有一本账的 不打报告纵然会放任这辆出租车继续的发疯 但是其结果呢 顶多造成严重恶性的交通事故而已 而这种事故每个月都会发生那么五六次 长官们都看到视觉疲劳了 换算到了自己的身上 充其量也就被骂上几句而已 但若是为了这一点点小事 就请动了直升机之远 那这就好比自己的属下回到家里被老婆打了 申请自己调动同事前去帮忙是一样的荒谬 这位队长自然不想在上司脑海里留下了荒谬与无能的词语 所以下面的人呢也就应付了事了 象征性的追了追算了 很快方林与雷洛便无惊无险的来到了冰田父子那里 找到了这个女人十分简单 因为她就在街边开了一处叫做冰田茶屋的铺面 那招牌大的足可以和神月财团的招牌媲美了 但是茶屋的生意却是冷清的门可罗雀 方林一走进门去就是一阵 因为迎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被悬挂在了墙壁上 那个十字架上被装饰的十分的精美 方林的记忆力是何等的变态 是一眼就看出了 这个十字架与高尼兹教堂当中的十字架没什么区别 甚至连下园的象征风势流动的刻痕 都被模仿的是一模一样 显然 他是被高尼兹这个大神棍忽悠到自己麾下的了 冰田父子是个老太太 对人是爱理不理的 方林与雷洛走过去以后 就得到了一系列的提示 而眼前也出现了一层透明的无形的菜单 下面依次列举的当前等级能够接受的各类任务 上面还有一些任务显示的是红色的 并且后面加上了唯一的后缀 显然这是已经被刺刀给揭去了 每个任务大多都是杀人的 夺物的什么 声望增加最多的是一百二十点 最少的是三十五点 雷洛看到那些被刺刀接走的任务 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了 他马上二话不说 就选取了加声望最多的 接下来他发觉 积分竟然锐减了一万多 心动简直就像是在低血一般 他接了任务之后便马上催促方琳 希望方琳能够和他一道 谁知道方琳却是一早就在那等他了 雷洛恶然道 你不接任务 方琳微笑着说道 这地方的零碎东西实在没什么搞头 我对一小小小闹没兴趣 要做就做一票大的 雷洛最喜欢的就是听到 做一票大的 这句话之后他马上兴致勃勃地说道 怎么怎么 说来听听 要多大 方琳微笑着说道 那得等等 至少等明天的KOF大会正式开幕以后 打完了再说 KOF大会的开幕式自然是盛大 豪华 比起各大运动会的开场也是不遑多让 世界各地都有转播 神月千赫 东京市市长纷纷上台致辞 接下来便是依次抽签 说来十分准强啊 方琳他们的队伍在电脑抽签当中第一次碰面的便是陈国瀚 在金家潘被杀了以后韩国国内迅速地做出了反应派出了另外一名跆拳道高手 全勋前来 全勋这个人的提前出现 实是令方琳有些错愕了 这个人表面上的身份乃是金家潘的同门 除了金家潘以外 在韩国国内的呼声可以说是一时无两 因此他前来填补上金家潘的空缺倒也算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事实上全勋可以说是陈国瀚和蔡宝剑的救世主 全勋一直都在暗中记恨着金家潘 是属于他的暗中敌人 是使用着邪恶的跆拳道的 他身为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恶人 暗地里站在了陈国瀚和蔡宝剑一边也是很正常的 陈国瀚与蔡宝剑两个人在结束了唯恶生涯十年之后 终于可以继续作恶的日子到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 全勋的实力是异常强悍的 他甚至是KOF历史上第一个有着预备攻击姿势的人 不过呢 似乎方林对于这一战的关注并不太大 或许是因为第一天参战的人数太多了 与韩国队的比赛竟然要等到明天 真正的原因 却是陈国瀚与蔡宝剑两个人都有十分鲜明的弱点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互补起来十分可怕 但是在KOF的擂台上却是单打独斗 自然可以从容的各个击破 而其次最重要的是 分析研究对手的任务交给了林银秀 他关注的对象却是另外的一支队伍 那支队伍十分的惹眼 乃是轻衣色的女性角色 乃是由三名女性格斗家构成 来自于日本柔树世家的藤堂香城 来自于法国泰拳流的金发短女拳手 以及来自于不知火流忍树道的性感女郎 不知火舞 这支队伍是临时组建起来的 其中的三个队员分别带着不同的目的 参加了KOF96大会 这是因为规定必须三个人组队的限制 才临时拼凑在了一起 藤堂香城乃是藤堂流古武术的继承者 使用了近似于和气道的武术 对藤堂流古武术很是骄傲 性格呢天真无邪 但是有些鲁莽 不亦通融 平素是个喜欢吃炸肉饼的普通的女子高中生 为了寻找因输给板齐良父子而失踪的父亲 藤堂白龙而参加了比武大会 荆 这个荆草美女 则是为了KOF大会的高额奖金而来的 她的弟弟得了重病 需要前来手术 在此之前 她与板齐良也有着很朦胧的关系 简单说起来 是有意义上 恋人未满 至于不知火舞啊 这个三维分别是85 54 90的女人 则是追寻着男友安迪而来的 她一直的愿望就是和安迪在一起 当然也存了挑战天下五道高手的意思 这三个女人被视为了大便宜 有不少对我都渴望抽签遇到她们 大概是轻视了三人身为女子的身份 不过倒是神月千鹤对她们的赛事很是关注 不过呢 这些人对于这种说法是嗤之以鼻 关注着各场赛事之余呢 剩余的大部分的精力 他们也都放在了女性格斗家队伍之上了 KOF大会的规则是不能够使用恢复性道具 攻击敌人到10%的体力之后呢 便会判定胜出 限时15分钟 以剩余体力值多少来判复 然而这支女性格斗家队伍遇到的 却是刺刀加上实施者莫特三人组 只是看起来刺刀他们呢 只有两个人上场 刺刀给官方的解释是一个人呢 突发疾病 雷洛与方林马上反应过来了 昨天晚上被刺刀杀死的那个小六 看起来也应该是他们一组的了 由此可以看出刺刀的心狠手辣 他们之所以肯带上战斗力不强的小六 应该就是看中了小六在神月家当中声望很高 可以在战斗之前当中获得不少的好处 一旦发觉小六失去了利用价值 他们马上杀掉他 将参战的名额给腾了出来 这一战打下来后 莫特是率先出场 对于擅长近身战斗的腾腾相承来说 他毕竟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被莫特的迷幻毒气这么一熏 自身的痛觉神经敏锐度提升了百分之百 尽管他的实力比莫特还要强 却是摆下阵来了 而第二战 莫特对上了精 他直接使用了吞斥血肉炮 精的一个不慎被正面击中 打得着体力值锐减了劲半 莫特的趁势追击扩大战果 将精的体力值耗费去了四分之三以后 见他已经从骤人遭袭的慌乱当中反应了过来 直到再打下去 自己也没有胜算 是白白挨打了 于是主动弃拳 而刺刀呢 成功的一挑二 他对上精以后 根本就不攻击他 仪仗着自己体力值比他多得多 不停地在擂台上游走 拖到了规定的十五分钟比赛 时间结束之后 以体力值较多而胜出了 在对不知火五的一战当中 也是大同小异 不过方明也从中看出了许多东西了 刺刀只是刺到了不知火这个女人的两刀 便判定他的攻击 活生生直接扣掉了不知火五一半的体力值 但是不知火五趁机抛飞出了一把燃烧的纸扇 而这正是不知火五的忍术 花蝶扇 这把扇子在空中旋转着击中了刺刀 而刺刀被这把扇子打得浑身上下都沾满了火焰飞跌了出去 但是重点不是这个 而是刺刀被花蝶扇击中的同时 它是处于攻击不知火五的出手状态下的 这就导致了后果是 花蝶扇也足足打掉了刺刀三分之一的体力值 而花蝶扇在平时哪怕是打在方林的身上的攻击力 也顶多是打掉十分之一的体力值而已 刺刀的弱点被发现了 就在于他出手的瞬间 很可能刺刀在出手攻击的时候 是将全部的防御力都转化成了攻击力的 但是不知火五却只攻击到了刺刀这一下 然后专心躲闪的刺刀 就根本没有再给他打到自己的机会了 甚至在之后不知火五刻意迈出破绽之后 他也不出手 就是那么一味的闪躲耗尸肩 后来不知火五开始尝试 用高速度低威力的出手方式来进行拦截 果然能够偶尔的攻击到他 可是对于刺刀的伤害就没开始那么高了 若是战斗时间被延长到一个小时 或者是三十分钟吧 刺刀还采用这种战斗方式 必然会败给不知火五的 遗憾的是 战斗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而已 女性格斗家队败 台下传来了大量的嘘声 显然不少人对于刺刀这组人的取胜方式很不满 其余的参赛者则是若有所思了 方琳却是冷笑着说道 看来刺刀也是个心机深重的人吧 此时的老胡依然在大门五郎的道场里面修炼着 大门五郎作为上劫的冠军队伍成员 是直接进入到四强的 而老胡在电话当中得知了抽签结果 以及明天才出战的消息之后 便直接说自己明天再准时到达 听了方琳的话 林银秀沉溺着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刺刀被不知火舞后 你的轻快攻击打倒 都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 对 当您向小说道 刺刀故意地迈出这个破绽 就是要旁人多用这种轻快的攻击来打它 因为攻击越快越轻 则意味着威力的相应下降 其实 它真正的破绽就在出招的瞬间 若是每个人都这样干的话 他所受到的威胁 就会小得很多 而击败刺刀的关键 就是要在他出招时打到你的时候 你用更快 更狠 更猛的招数反击出去 打到他的身体上面去 方琳说的是轻描淡写 其实 却是流露出了一种野蛮无比的惨烈和残酷出来 同梦冕寺天王当中的敏捷天王 以伤换伤 以弓对弓 单单是想想 身体上面都会涌现出一种被利刃切割的含义的 KOF大会的首日战斗在下午四点之前结束 获得胜利的队伍拿到了出战告捷的奖金十万美元 而失败的队伍则是垂头丧气 有的准备买机票打到回府 苦练再来 有的却是继续参加了 不过是以看客的身份 女性格斗家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 自然是在失败的时候就已经解散了 藤堂乡城要继续寻找父亲 京呢 则是要回到南镇的酒吧继续打理生意 赚钱来维持弟弟的重兵 而不知火舞则是当然要留下来了 因为他最爱的人安迪还在KOF的大会上面搏斗呢 要和他的哥哥特瑞一起拿到这个冠军 因此安迪此时是不会陪他的 而是在和特瑞东仗一起研究着明天的对手 所以呢 不知火舞就觉得很无聊了 于是乎 自然而然就会和其他的女人一样去逛街 购物 最后来到一处冷饮店里面喝东西 当而 这时候街对面 却有着一双凶狠的眼睛 盯住了他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託